我给大家主要是讲一下PLTR这家公司的一个事情 这家公司的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是 它的一个股价呢 好多人对它满怀期待 但是这个股价始终徘徊在一个很小区间之内 就是没有得到应有的那种整幅 在我看来就是凡是一个股票 它的股价长期不涨 肯定是有它的原因 那么经过一个收入发掘 我得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这家公司它是收入结构呢 比较单一 大部分的收入来源都是和美国政府 进行一个宣言的合作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它说自己也有了一些 除了美国政府之外的一个生业性的这样的收入 但是我自始至终 我找遍了它所有的这样的官网 或者说其他的一个渠道 我们只是发现它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模糊的一些这样的说法 但是最近它也没有一直披露 就是说它生业性的一个客户的 比如说名单也好 或者说它是哪些收入是生业性带来的 再让我觉得确实是比较困惑 如果要是成期做这股票的话 就要做好这个准备吧 它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区间之内进行一个波动 它不会有那个暂时不会有太大的涨幅 或者说成期之内也不会有太大的涨幅 除非就是哪一天它彻底改变了它这样的一个收入结构 不再就是完全以美国政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这种收入构成 你看一下我们具体了解到就是说它上面签了一下 它与横空签约 与这个能源公司签约 但是具体名单它从来没有披露过 因为之前的话 我不管是查哪一家公司它的客户呢 它都会很明确的告诉我说它与哪个哪个什么什么公司合作 对吧 名字也披露出来 然后这边它说那个海外扩张 然后它这个股东这个名字倒是说出来了 像其他的一些 它只是说它在这要扩张其他的一个州 比如说什么南美洲啊等等 欧洲还有一些中东啊等等 那具体的业务是什么呢 我这里也没有看到 从后面的一些几期财报之内也没有看到 所以说这个公司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它应该是说它太稳定了 然后收入没有什么想象空间 而且这个增速的话就同比 相对于其他的SARS公司来说 它的增速也不算高 整体而言它确实就是处于一种乏善可陈的这样一种 局面 在我来看的话 这公司实在是没有什么想象力 那今天就说这么多 它实在是太简单了 收入构成没有什么太多的来源 让我就是对它进行一个更多的这样的挖掘 你比如说觉得任我有一个眼前一亮的这样感觉的话 他这边说这个生业收入增加了这么多 政府这边收入增加了这么多 但是你具体的生业是怎么哪些内容增加的 也没有说没有披露 所以说我就很难想象了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就是说我得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截力 果然就是说是事出反常必有妖 它不是无缘无故的股价不涨 如果对这只股票寄予厚望的 恐怕这股票它的股价涨幅会让大家失望 好了 我今天主要就说这么多 下一期我可能会讲一讲其他的 比如说先买后付的这样的一个股票 我会进行一个成期的跟踪 我想的是因为最近呢 包括前天或者昨天 它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消息 说美国这边可能会有一个和其他国家 比如说澳大利亚等等这样的国家 会对先买后付这样的方式 采用一个比较严格的监管 就是说怕这样先买后付的一个方式 会带来一些再一次的一个潜在的坏账和危机 我想到的有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说这是一件事情能引起监管 那说明这个事情的规模肯定是远远超乎了这个监管层也好 或者说当地政府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是远远感觉它控制不了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点 那么这对于比如说我上期分析的AFM这样的一个股票的情况来说 它的规模确实是在快速的扩张增大 然后现在我想到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说是三方是不是在谈 然后说这个一旦就是说要发生了不可控的这个坏账 那么这个坏账的话应该怎么处理谁来担这个坏账 因为坏账总是会发生的 是他们当地政府担的 还是这个AFM这个公司担了 还是那边的第三方的一个银行来担这个坏账 还是大家那个老百姓来担这个坏账 他们之间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要协调平衡的一个这样的事情去做 短期呢 这样的一个公司肯定是还会继续受到一些这样的床压 那么这个监管的话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推出 然后双方各方面要达成一个平衡 最终的话才会有了一个更健康的一种发展 我的观点就是先买后付这样的浪潮的话 既然说已经起来了 一个新兴的一个发展模式 那么就对着旧的一个秩序 比如说信用卡等等这样的秩序 有一个这样很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他们也会去多处一些 比如当地政府去做出一些这样的一个举动 我觉得这个事情都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事情要预作起来的话 它是一个一定是一个多风共赢的一个局面 它才可以持续发展 否则的话这样的股价或者说这样公司的发展 只能就是昙花一现 好了我暂时就是对于这样下买后付的 因为昨天出了一个消息 然后我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简单的判断 也是持续在保持观察 那么今天的话就说这么多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做多评论 点赞订阅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